嗨 我是阿杰 大家看了我那麼多集的影片 該學會的也都學得差不多的 該改變的應該也都改得差不多了 學習命理不外乎就是我們想要追求成為有錢人 那有錢其實也分高低的 就像我們的富比士富豪排行榜裡面 有因為財產多少而來做一個排名 我們就來說說數字裡面的能量大小的一個排名喔 準備好了嗎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了我們學到現在總共會有八個掛項 那每一個掛項裡面總共會有八組的數字 是代表著同一個掛喔 例如1441288239936776 這八個都是代表著生氣 他們中間其實有分能量的大跟小 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我在EP9裡面有講過 各位可以去看你的流年裡面 根據流年裡面的胸掛去做一個化解的動作 那如果胸掛它是屬於BOSS級的 但是你卻用一個小兵去做一個化解的話 那豈不是達不到效果嗎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來跟各位解析數字的能量大小囉 首先我們來說說第四等級的也就是最弱的一個等級 分別是334426282723293724 那數字相反的話呢它的等級也都是一樣是同等級的喔 以下呢我就不再去重複的去說了 再來是第三級 第三級的話是667734394946384836 那下一個就是第二強的數字組合喔 就是889978676889476979 接下來接下來就是數字最強能量的磁場喔 雖然它是最強的啊 不過各位要謹慎小心的去做一個使用 因為物極必反 如果你用了不好的話 它可能會得到一些不好的效果喔 那最強的組合呢就是 112219141317161218 以上就是數字能量 最強的組合啊 那該如何去做使用呢 舉個例子 假設你今天有的胸掛是等級4的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去化解它的話 你就用同樣等級4的去做一個化解就行了 那如果說你除了要化解它以外 你還想要有這個極掛的一些特徵 或者是一些好處的話 你就可以選比它高一點點的等級 譬如說是等級3的或2的 甚至是1的最強的 去做一個化解的動作就可以了 反之喔 如果你今天你的胸掛是等級1的 是最兇的一個胸掛能量的話 但是你用的是一個小兵的等級4的去做一個化解 那改變的幅度當然就會讓你感覺不到囉 好的以上呢今天就是所有的數字能量大小的一個組合喔 影片拍到這邊啊其實也拍了20幾集喔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啊 是那種懶得一邊看影片 然後去做筆記的人的話呢 你可以點擊下方的連結喔 有我的懶人包 我把所有影片裡面精華的內容都整理好了 放在裡面喔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影片的內容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是阿傑我們下次見掰掰